实验动物与棕色小狗事件 2014年7月10日,英国政府在一份报告中指出,2013年有402万只动物被英国人用于科学实验,这个数量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52%。 这个数据的公布引起了动物保护组织和动物保护人士的强烈反应,如何看待科学研究和教学中实验动物的使用? 这个历史上多次提及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世人的面前。 早在上个世纪初,因为一条实验小狗在英国爆发了一场骚乱,史称棕色小狗事件。 1902年,伦敦大学生理学教授贝里斯和他的助手斯塔林用一条棕色小狗做了一个有关一线分泌的实验。 这个实验及其他的工作使他们发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激素。 1903年,这只小狗再次被带入伦敦大学的生理学课堂。 贝里斯与他的两个助手,斯塔林和戴尔,一起用这条狗做了一些演示实验。 实验后,戴尔用手术刀处死了这条狗。 看似简单的事情却导致了一系列复杂的结果。 当时在场的学生中有两位反对活体解剖的瑞典女学生,其中一位还是个女伯爵。 她们在实验中对实验动物的观察记入了日记,并出版发表。 她们写道,解剖前教授并没有给狗打麻药,实验中小狗表现出强烈的痛苦感,而且这条可怜的小狗被反复使用了三次。 这篇日记引起了动物保护组织和反对活体解剖动物组织的强烈反响。 在1876年,英国就制定了《反虐待动物法》,规定动物不能被使用超过一次,而且用于实验的动物,需要获得许可证并使用麻药,否则就是犯罪。 面对舆论和社会的贝利斯,贝利斯起诉了相关人士的诽谤罪,解释自己在实验中使用了麻药,而且把一条狗使用两次是为了避免使用两条狗。 最终贝利斯赢得了官司。 这一结果在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分歧,争论持续了数年。 1906年,反对活体解剖动物组织在伦敦巴特尔西公园建立了一个小狗的塑像。 塑像上写道,纪念1903年死于大学实验室的那只棕色的狗。 塑像的建立引起了大学生,特别是医学院学生的强烈反对,学生们屡次游行并要推导塑像, 而反对活体解剖动物和动物保护人士则坚决要保护塑像。 因为一条棕色小狗在伦敦引起了一场骚乱。 1910年,棕色小狗塑像被悄悄地移除了。 1959年,动物学家威廉·拉塞尔和微生物学家雷克斯·勃奇提出和制定了三R原则。 优化实验流程,减少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 尽量采用低等实验动物或非高等实验动物以代替高等实验动物进行实验, 以细胞代替动物来进行实验。 优化、减少和替代这三个英文单词均以字母R开头, 故称三R原则。 三R原则被许多组织、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法规和协议采纳, 成为有关实验动物的核心原则。 此后,又逐渐形成了动物的五大福利。 第一,免受饥饿、营养不良的生理福利。 第二,不因环境而承受痛苦的环境福利。 第三,免受痛苦及伤病的卫生福利。 第四,有天性自由的行为福利。 第五,免受恐惧和压力的心理福利。 1985年,棕色小狗的塑像又重新树立在伦敦巴特尔西公园。 新的碑文写道, 以此纪念全球数百万实验动物遭受的苦难, 同时让这只棕色小狗受到的苦难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 与棕色小狗事件相关的三位师生都成为了生理学史上大师级的人物。 贝利斯和斯塔林在1902年发现了第一种激素, 移密素,也称醋移叶素而名垂青史。 斯塔林还发现了著名的斯塔林机制, 也称新的定律。 戴尔因发现了神经冲动的化学传递, 获得了193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03年,英国有近两万只动物用于科学实验。 2000年,英国有超过两百万只动物用于科学实验。 2013年,英国有四百零二万只动物用于科学实验。 美国科学促进会2014年的调查表明, 百分之四十七的公众支持在科学研究方面开展动物实验, 百分之五十的人反对。 百分之八十八的科学家支持动物实验。 在开展动物实验方面, 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差异近百分之四十二。 不难看到,公众和科学家在动物实验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分歧。